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法技术方面的东西多做一些介绍 我向大家说我们这些节目本来是都有安排的 但是因为为了满足网友的要求 就把节目尽量提前一些 我们先谈一谈柳公权人的生平简历情况 按理说这些东西不用我来介绍 大家随便的翻篇书籍的话 就能看到柳公权的一个生平简历 各方面情况就会掌握 但是我们因为这个节目 还应该对这方面有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么先谈一谈柳公权的生平简历情况 柳公权是经兆人 他是晚唐时期的人 晚唐 时间上看呢 跟欧阳巡 燕真卿 分别处在了唐代初年到唐代中期晚期 这么三个阶段 也就是说欧阳柳三个人分别是早唐 中唐 晚唐 是这样 那么欧阳巡呢 是初唐时期的人 燕真卿是中唐时期的 柳公权是晚唐的 那这个时间上基本是这样 那么具体呢 这个他的生族年呢 柳公权是出生在公元778年 死的时候呢 是在公元865年 这么计算时间呢 他应该活了87周岁 也就是说欧阳巡 燕真卿 柳公权 包括后来的赵孟夫 历史上这个书法四大家 应该说呢 最长寿者是柳公权 实际这个宏阳年龄最小 死的最早的是赵孟夫 那么柳公权呢 在一般的书记上介绍 说他活了88岁 这是按照虚岁来计算 所以大家 有时一看年头 不对啊 包括欧阳巡也是这样 实际上欧阳巡呢 活了84岁 但是一般史书记载 都是活了85岁 这都是按虚岁来计算 这个柳公权呢 从小呢 就是读书啊 写字啊 文学初衷 所以很快 后来就做了这个 晚唐时期的 汉林啊 学士啊 什么尚书啊 侍郎啊 这些个官职 最后呢 他的官到最高的时候 是到少师 太子少师 太子少师 那么这个少师 后来就成了柳公权的另外一个代号 这就跟这个 燕真卿一样 大家称呼燕真卿的时候就说 他是 燕鲁公 燕鲁公 说的柳公权 就是柳少师 就是这么一种称谓 实际上就指的这个官职 因为燕真卿做过鲁国公 所以称的燕鲁公 那么对柳公权因为他做过少师 就说是柳少师 这对他的尊称 所以大家将来呢 我们还要涉及到一个 就是说官职啊 名字啊 号啊 以地名呼人啊 等等 还向大家介绍这些常识 那么柳公权呢 字叫成玄 柳成玄 诚恨的诚 这个玄子就是 啊 玄卦的玄 柳成玄 柳少师 柳公权在当时书法上 最引起事人的注视 能到什么程度呢 特别是一些个有才有势的人 当他建立 家庙 祖祠 或者是 这个 呃 父辈祖辈的一些个 悲鸣慕志 这些东西 只要你不找柳公权写 就被世人 视为 子孙不孝 就到这么高的程度 这么大影响 这么大影响 所以可想而知 柳公权当年的书法 是何等的被世人 和官方 呃 百姓 所青睐 啊 所以柳公权呢 仍有正知 呃 这个 心端表证 加上他这个高妙的书法 所以在 这个 晚唐时期 他应该是一个风云人物 啊 所以呢 呢 柳公权的 这个悲鸣慕志 非常非常的多 还在不断的出土 按我们现在的统计 就是说他的 特别是 悲鸣慕志 这一块的东西 呃 从目前村市的东西 要远远超过欧阳巡的 这个数量 啊 但是 学习柳公权的 这个字的人 相比之下 要少于欧阳巡 嗯 呃 这有个历史原因 也有个现在的原因 历史的原因就是 欧字后来比刘字受除 特别是在官方 所谓乌欧不点圆 啊 乌欧不点圆 就是在考场当中 你不写欧体字 不点你状元 啊 因此呢 欧字非常受除 这就跟某一个统治者 都有关系 有些统治者喜欢欧字 啊 于是欧字就受宠 那么渐渐渐渐呢 在考场当中呢 欧字就占了上风 这就是有这个历史原因的事情 但是我们实际上论起来 欧阳巡和柳公权俩的楷书上是各有所长 各有千秋 并不是说欧阳巡一定要高于柳体 不能这么认为 他们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欧阳柳兆的楷书基本上都在是一个水平线上 所以呢 柳公权呢 在当初民间啊 对柳公权的这个楷书非常非常的重视 将来我们再看他的新草书问题 这柳公权非常重视 可是就是在宫廷里边稍微被冷落一点 包括延体字也是稍微被冷落一点 欧和赵体字 特别受到宫廷派的这种青睐和重视 那这是大家应该知道这么一个过程 柳公权的自在当时影响非常之大 尽管很多人起家都学了欧和赵 但是也不断的参入进去流体的东西 有很多的一些个汪公大臣 也都非常喜爱流体字 流体字呢 他之所以有一点不受宠的原因 这是过于的刚强 学他的难度 应该在这四种楷书体当中 欧阳柳兆当中 好像流体的入门 就更难一点 所以有些人就这个知难而退了 这是应该大家知道的一个情况 流体字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就是受硬 受硬这个 就是古人所讲的那个 输到受硬时通身 就是必须瘦 必须硬 表现这个骨骼 才能给人感到有身材 在这方面 柳公权达到极致 做的是最好 最突出的 因此呢 很多前美书家们 都是让这个青少年开始学书法术 先从流体入手 因此在历史上 能写柳书的一些大家也不少 写得非常好 但是呢 真正到了现在 写柳字的人 是越来越少 所以使得学柳书的一些朋友们 感到困惑 实际上 我告诉大家 在这点上 千千万万不要犹豫 一定扎扎实实的淋流体 将来一定收到很好的效果 柳体字 实实在在的是一个 学书法的必经之路 叫学习柳体字 那么说到柳体字和欧体字 这样相比之下 有什么共性呢 这两者的共性 都是受应 都是受应 柳公权和欧阳群 都属于这一派 但是呢 他俩虽然是一个 这个风格上 在这方面比较激进 但是呢 在用笔方面 结构方面 又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说的很大的差异 是在相同之处的差异 不是说他们在海硕方面 存有这个根本性的差异 不是 是大同小异的 讲了九关这个话题 我们还得继续谈 柳公权的书法 被后人称为基因 我们写下这两个字 是哪两个字啊 说柳公权的书法呀 如同基因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对应着说 后人评价欧阳群的字 如恶虎 说柳公权像基因 大家知道这只鹰 是非常的这个威武 雄强的 那么雄鹰在猎食的时候 那他的饥饿的时候 更显得他矫健 更显得他威武 所以这是说柳公权 说欧阳群是恶虎 一个意思 也是说欧阳群 如同老虎一样 越恶越雄健 所以后人说 绿羹如虎 绿羹就是欧阳群的官职 绿羹如虎 恶而欲健 越是饿 饥饿的时候 那么越显得他雄健 因为他要捕食嘛 所以越发感到他 一种恐怖的这种状态 但是实际上 用这个词语比喻 好像给我们感到是恐怖 实际上是 无以复加的一种赞美 大家明白这些意思 但是说来说去呢 就是 柳公权的字呢 虽然在数量方面 很似欧阳群 但是他整个的集体 和点化的那种方法 却和言字 有更多的相近之处 其实是这么一种情况 你虽然现在 学留字的人少 可能还有其他 多种的原因 那田老师 您看 目前在天津和北京 比较流行学习 这个欧书 我觉得是不是受您和您包地 田银章两位老师的影响了 可能有这么一点原因吧 或多或少会有一点 我们不只有那么大影响 我刚才说了 有历史的原因 就是说历史上 科举制度当中带来的 欧姿呢 受宠这个情况 但是呢 有时候是这个 一种书封的兴衰 跟这个代表人物有关系 当然我们算不上 什么代表人物 但是有时候 就这种书体 被某种书 某位书家写好了 影响大了 因此带动了一批人 或者带动了一个地方 乃至一直流行到全国 这种情况是有的 那么欧言柳诏 当时都是风铃全国的 书法大家 只是这些年来 确实写柳四人 写好的太少了 不知什么原因 我想啊 不外乎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所谓传统 实际上我们视为正统 这种书法 越来越被冷落 像柳公全 历代奉为 这个就是 学习书法的极则 特别学习凯书的极则 而现在 却很多人 放弃流体 不学习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在 比如全国书法展 你写张流体字 你肯定入不了悬 你说我写的越好 越好又不让你入悬 因为你越好 就越像柳公全 越像的话 他说你没有创新 没有个人风貌 那肯定就 就不合议了 如果说的这 大家会说 那就是个人风貌为上 实际上 我向大家说 现在拿出真正一张 柳公全 自己写的字 你去参加全国展 也未必入悬 因为现在那里边是 乱七八糟的 不好说 什么审美标准 很乱 所以我劝大家 你如果想学习好书法 你就学流体字 如果你想在全国去 获奖入选 得到什么名利 跟眼前利 既得利 有关系的话 我劝这些朋友 千万不要写流体 也不要写欧体 那个距离的名利太远了 只是说 你想学习好书法 学习 这个能把自己的 这个书写水平提高 那么你学习流体也好 欧言流照 哪一种书体 都对你会兴致有效 都是最好的范本 那条老师 你看我们也聊了那么多了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广大网友示范一下这个流体字呢 好的 咱们写几十字 跟大家谈一谈流体的笔画 结构 这几个问题 咱们那个试着写试着谈 我们在介绍流体的时候 对应着谈一谈OT材数 就是它的点画究竟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们现在在网上呢 介绍的OT的一些个 呃 这个形体啊 点画介绍的多了 大家看看OT和流体 有哪些区别 我们先从点上看 比如点一个点 这是OT的点 再看一遍 或者点大一点 大家看清楚一点 是这样的 流体是这样的 它这个点法不一样 再看一下 它是带这个这样的角 大家再上OT字 它基本是这种 稍带一点角 又发一点圆 是这样的一种 一种 这种点法 啊 比如说 写一个次 啊 就次序的次 你看 欧字是这样 一个点 是这样两个点 流体是这样 是上面这个点 是这种状况 下面的点是这样的 看 从这个地方起来的 它 勾字从这下部 一直连上来 这是个圆 或者切方了 又变成圆的 流子到这下笔之后 从这起来 看 这下笔这多了一块 这是在点上 明显的不同 我们再掺一个宝盖 大家看一下 这是流体 然后这笔 往外也是这样 注意看到这 往下塌笔 这地方是这样起来的 欧字呢 欧字这笔过了之后 是这样起来 是这样一个 从这到这 是一个对应的 流体到这之后 塌下来 从这起一笔 注意看 就是下面是多一块 让从这起 从这个笔法上看 很接近于掩体字 再看它的勾 它勾到这时候 它往这起 勾字是这样 是从这个地方下来 直接这样往上挑 流子是这笔 下了之后 下到这儿来之后 往里拐一下 切一下 从这个地方起 起勾 因为啊 这地方停顿太慢以后 它就阴湿 所以大家看到呢 上面这个勾是这样的 下来 在这起 这儿多了一点 竖过下来之后 是在这儿起 然后这边多了一点 这是流体点画 这个不同 再看横画 横画 欧阳寻的长横是这样写 注意看 前边呢 就是切了一笔 基本上没有仓风 流子到这儿 半仓风 我总说这个半仓风 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谓半仓风 就是到这笔收 它直切 到后边 给 稍稍给的 这么一点嘎的 就是顿笔收 用笔度顿下 欧子是拿笔尖回风 所以流体在写 前面这笔收 经常切的特别齐 就这个地方 特别齐 而且不带刀形 欧子乌鲁如河 稍然带着刀形 柳子在这边起笔 说是这样 支切 所以支切 实际上是小仓风 不要看某些书上 说的这样仓风 不是这样的 没有仓这么大 这么大就太笨重 就直接一点 这个地方就直接过来了 我们现在 为什么有些朋友说 怎么写流体 你现在写不出那么齐了 当年这个柳公圈 用那个纸 不是咱们这种纸 关键是纸的问题 我们如果在一个 不音的纸上写 就相较齐多了 我们又不可能 把墨弄的太奴 太奴之后 拉不开笔 前面是齐了 后面都出现一些白风 所以自显得不美 因此呢 写大一点 可能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自行大一点 就是这样一齐笔的时候 是直接这样切过来的 然后到后的 是这样一个过程 两遍 注意看 因为 这个稍微笔画粗一点 就显得 前面切得齐一点 就这样切 是藏了一下 但是小仓风 不能大藏 不能这样藏 不是这样的 所以就直接切 往前走的 注意这一点 短横的笔画和欧字 有明显不同 就是欧字经常是写成这种须笔 须实 这样写 然后到长横的时候 这样 留字不然 留字是短横也是实的 所以写出来很结实 好的 我们现在具体写几个字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写个支字 它七点就是这样的 带角的 不是这样圆的 十一齐笔 就往下切了一下 这笔从这儿去 也是这样 注意看 这笔稍稍多一点 啪起来 这笔弹下去还是这样 到这块好像稍多一点 起笔这样往下走 到这块之后横着一点 注意看下方 欧字是直接就下来了 欧字是这样 是这样 柳字到这笔下来的时候 下到这时候横向一点 然后 下面有这种平线 我夸张了一点 大家写这笔是住点一 有这么一个过程 在一般的那笔看呢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天字 大家看 欧字 是这样 注意看 这笔是虚起实落 前边呢 细 后边越来越粗 流攻权则是这样的 一七笔 这就是用十笔下来了 然后又是一笔 又是十笔 撇完这笔之后 稍稍直一点 不想欧阳群 稍稍带一点 弧度 然后这笔下来 直接十笔往下插 十笔 欧阳群是这样的 虚的 稍微越来越粗 流攻权是直接下来 就是中的 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务必要注意到 这个点画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先把点画 向大家介绍这么多 下一集 我们再继续谈谈 流攻权的其他方面的东西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念字 这个念就是念书的念 怀念的念 我们先用凯书给大家演示一遍 这样一个念字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规范的写法 对方的写法应该是这样 这下边是个短方 然后再写这个 但是上面我们这种写法 这种写法 是在古卑帖当中 前辈书家 基本上统一的一种写法 所以我们要着重的 把这种写法介绍给大家 再看一遍 且慢一点 大家看一看这点画的要求 也是这样 开始半仓风 这样 拐过来 注意到最后收笔的时候 是要撇起来 到最后好像笔要甩一下似的 大家再看完这个字 然后咱们以后再说 这纳笔也是这样 到后边 这要弹起来 不要一点点的 有人说 有人说把这个墨呀 一定送到最后 那个显得太沉重 太死板 然后一横 又一横 人字 上面这个人字要宽 下面心字呢 虽然也在宽放 但是他不能超越这个人字的范围 我总是对大家说 你写出字里要轻松 要自然 你不要感到 写字的时候 让别人感到你很劳累 看到你很辛苦 如果当别人感到你很劳累 很辛苦的时候 就感到写字没有意思 写字要轻松要自然 所以你在写字的时候 你一定要放松 你一放松了 观众也就放松 如果你很紧张 很劳累 旁边看的人也会很劳累 在沿下这个片 看到最后 啪 起来了 不能这样写 这样写不可以 因为这一个速度的贯彻到底 即使你最后写出来一个尖状 也感到你用笔太死板 前后没有节奏感 所以这一瓶在甩的时候 一定要到尾部 接近尾部在甩 不能起早了 比如在这就甩 那这个就像射箭一样的 就很不好 晚了也不可以 早了也不可以 到尾部的地方 到这 起来了 所以就看到了 最后有尖端的一个方面 感觉到这是个整体 快 慢 快 慢 一点点过来的 所以这种点化 都是有一定要求的 我们再写遍 给大家看 注意这个心字 心字还是这个转 这个拐钩的地方 注意到这 这样起 我再演示一遍 单看这一笔 这样起 到这 往上抬 这是做慢动作 给大家看 再看这一笔 到最后 也是得弹起来 如果不弹起来 又想把他 一直送送送送到这这 这又是死的 一定要把他弹起来 所以这个念字的 难度 一个是上边的这个 上边的这个人子 一个是下方的这个心子 中间的那两个小短横 那里没有什么难度 好 写个完整的 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念字的 凯书的写法 看看这些念字的 新书写法 这是一个基本写法 这二者不像凯书一样 对称 上面的一片 开始变成这种形状 然后点 世界下方这样写 是个草书的基本写法 应该准确的说 形状的写法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上面写的 这两种 为什么 没用正常的形状写法 因为草书和形状 在这方面差异很大 所以借用 草书的 下方新的写法 是为了使这个念字更简约 同时也不影响任读 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 千万不要这样写平了 这样写平这个字就没味道了 是这样的 就这条拐不拐过来 那无所谓 拐不拐都没关系 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这都没问题 看看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这上面是那个 那个人字头 在草书当中都变成这么一个短小的东西 这不管是开会的会 等等 还是这个念字 注意看念字是这样 大家说这很像个会字 实际上一字一看 从笔意上看就知道 它不是个会字 以至于写的像个会字的时候 它仍然 跟念字还有本质的不同 注意看 这是一个 还在这带笔 带下 这就没有关系 跟大家说的是 这是下方人的头 这是下方人的两横 拐下来 最后这个地方是那个心 就用这一地带过来了 而且这种写法 就是这么清风自然的 挑了一下 这有什么形状 没有固定 但是大体上是这样 比如我们先介绍的这个意 就是意思 心意如何 那下方人也是这个样子 大家都懂得这个意思 思想的思 也是这样 这个念字也是这样 下边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很多人见到这个念字 在草书当中 他不认识 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也有的呢 把这个就写成这样 就很像个枝字 下面很像个枝字 写个枝字 这样的行书写法 也没有问题 但关键是 不能当草书的枝字 放在草书的念里面 比如说这样写 然后下面写个这个 这绝对不是念 尽管下方是个枝字 这不是个念字 注意 不要把下方抽象的 看成是个枝字 是这样的一个 还有的书家呢 写这个字呢 写的非常简 就是点了三个点 然后下面这样写一下 这也是个念字 因此对念的基本字形 要弄懂 要弄准 有的朋友可能说 我怎么查这个书法大字典 感到跟你写的 有些地方有出入 我倒不是不接受意见 我对你讲 这个书法大字典 很有限 它上面搜罗的字迹等等 应该说很有局限性 所以不要以书法大字典为准 因为现在搞书法大字典的 那些个朋友们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书法专家 当然我也不是 就是说他们提供的一些字力 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不要以他那个 你写的不像书法大字典 某个人某个人的 或者你写到外边来了 还有另外的写法 那么就是你不对 要这么讲的话 那你认识上就太有局限了 好的 我们今天关于念字的这三种书体的演示 就暂时到这里 我来说这三种书体的演示 就是你写的那些人 也许是你写的 我来说这三种书体的演示 就暂时到这里 我来说这三种书体的演示 就是你写的那种书体的演示 就是你写的那种书体的演示 感谢观看